不合你的事 谁都可以说啊 父王 你也太偏心了 倘若要是我私嫁人类的话 恐怕早就被打到天牢里去了 就是 今天 要是不按天规妻戒 责罚司音的话 那 我们也要下凡去看一看 怎么样 是 既然玉帝视天规为一纸空文 那我们也不必迟说了 司音无知贪玩 念他年龄小 知错悔改也就是 笑 都称人家的媳妇了 还年幼贪瓦 就是要中华 对 要中华了 这叫什么天庭啊 我要告诉我的父王 讨伐天平 重立天规 你 十三 十四 今日一毕散朝 朱如 不能就这么算了呀 他夺走了我们的温馨国 你要主持这个正义 你可是新天王子啊 不能算 私嫁凡人不是小罪 必须除去知你神疾 再也不准返回天庭 对 不准返回天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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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必为了司音的事情 造成众神的纷争 司音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甘愿免去神职 被贬凡间 从此 永不回天庭 父王对我的惩罚 你们说是不公 说是偏袒 说是太清 甚至有些神明 希望将我打入天牢 采解心头之恨 其实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 而惩罚司音 那也只能锁住我的人 锁不住我的心 天庭终日冰冷苍白 空寂无趣 不像人间 温暖友情 我跟牛郎哥的感情 是真诚认真的 在我离开他的这段日子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念着他 想回到他身边 这样的情感 也许你们无法理解跟明白 但绝不像 有人说的肮脏不堪 我爱人间 也爱牛郎哥 所以我宁愿永远放弃神级 也要陪伴在他身边 希望父王母后 可以成全女儿 你真的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你要下降凡臣 就得经历凡人的生老病死 神线的特权可就没有了 司音想过了 我要和牛郎哥同生共死 从此 不再眷恋神线的生活 你不会后悔 不后悔 希望父王 成全司业 免出我的神迹 从此以后 我不会再回天庭了 傻孩子 二姐 我吃不了了 多吃点 你以后想吃都吃不到了 谁说吃不到啊 人间珍修百味 酸甜苦辣 山珍海味 五味杂陈 那也不是你和牛郎 能享受得到的 你们还不是吃那些粗茶淡饭啊 那有什么不好啊 你没听人家说 友情喝水也能饱 不爱吃蜜也不甜 所以你就宁肯下去喝水 傻丫头 司音啊 说实在的 你这一走 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 往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少哥跟我说话的好姐妹 孤零零的闷都闷死了 送给你 这个叫金粿 是从母后的耳朵里拿出来的 母后的耳朵疼 就是因为她在作怪 我一直养着她 现在把它送给你 你看见她 就像见到二姐一样 谢谢二姐 妹妹 我真舍不得你 女儿此去 恐怕再难与父王相见了 恕女儿不孝 此音 难道 你真的舍得父王吗 此音 此音知道 父王最疼爱的就是此音 女儿就像您的心头肉 我这一去 就如同摘了父王的心 既然你知道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女儿已经成了人家的媳妇 就要刻进父道 四姨 你要多想一想啊 你要是愿意回头 这事还来得及挽回 父王 您贵为天体之尊 掌管妻政 不可为了女儿 一再出尔反尔 父王老了 人且知道年老息子 何况为父呢 父王年轻的时候 就像你一样倔强 我行我素 可是近些年来 我越来越看重亲情了 就好像刚才知道 宇宙之间 最重要的是什么 孩子 人间就像天庭一样 险恶 艰难 并不都像你说的那样 全是情深异常啊 人间就像一个万花筒 它是千变万画的 父王 您放心 有牛郎哥陪着我 就算碰到再大的危难 我也不怕的 那个人 就这样牵动着你的心 难道父王 没有过相恋的情感吗 你真的决定了 女儿去意已决 你什么时候想回心转意 就立刻回到我的身边来 这是难相 你要是遇到难关过不去 你就点上他 父王就会设法到你的身边来 幸福吗 幸福吗 以后 父王不能在你身边为你做主了 为你做主了 你凡事要小心哪 女儿请父王不要太操劳 要多多照顾自己的身体 空间 仁月ffer 能于你做主了 拿着 身体 秋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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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后 向女儿思义 向您拜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子 爱子 废友也舒服 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这么算了 也太便宜他了 他已经没神级了 现在过的是人的苦日子 生老病死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 那也够他受的 不行 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反而成了他的意了 不行 我是真觉得 你们女人狠起来 比男人厉害啊 你这次去见母后 她跟你说了什么吗 母后不肯见我 不肯见你 她突然告诉我 她已经睡了 我想母后 肯定是分离之时 疼痛在心 其实她最在意的 还要是 还是你 你执意要下凡 她也是没有办法阻止的 等等我 可让我追上了 天苏 你干嘛 你要下去找牛郎 干嘛不告诉我 我也一同去 傻小子 他是被削除神级 贬下凡间的 他以后再也不回天庭了 我也随主人一道下翻唇 天苏 我这趟下去 是真的不能再回来了 我跟你来 也跟你回去 主人到哪里 我就到哪里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以后 我不在这里 没有人可以再关照你了 你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 不许再调皮捣蛋 主人 主人 我舍不得你走 我也舍不得你的 主人 给你 以后 你如果有难需要我 就将线团 继承蝴蝶形状 我贴上一抛 我一见到四线团 马上就下来帮你解纳 谢谢你啊 天苏 我都记住了 你赶快回去吧 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不了 前面守卫越来越多 我们就不要制造麻烦了 好吧 那你往后 要多多保重 三妹 快走吧 再不走 赶不到南天门了 大姐 你来干什么 我来给三妹送行 顺便给她点忠告 人神之恋 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别看你现在如暮春风 得意洋洋 可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知道 寒风刺骨 落寞孤寂的滋味 今天我看着你从这里走出去 去追求你的美梦 要不了多久 我还会在这里等你 看你的下场 大姐 你就这么恨我 还有一句话 我一直想告诉你 父王跟母后 从小就疼爱你 偏爱你 可现在偏偏是你要摧毁他们的天威了 这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这也是他们应有的报名 大姐 你不用这样字字句句地伤害我 这一条路 既然是我自己做的选择 我就绝对不会后悔 那好 我们就走着瞧我 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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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妹 四妹 父王 哈哈哈哈 啊 母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スイーボー 我 思雨 要想 流浪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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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柳四啊 柳四 咋的了 着火了 放屁 你看着谁啊 干娘 你又回来了 我的干闺女啊 你不可回来了 干娘 你打谁招呼啊 一会儿让干娘问你高兴高兴啊 是 是 就是 干娘 我这次回来就再也不走了 真的 太好了 真的 太好了 还是我干闺女会说话 快去你 快去我 走 今天好好陪我喝两头啊 干娘 我可想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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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想你了 可想你了 四姨呢 来来来来 先喝点水 谢谢干娘 谢谢啊 来来 谢谢 可见面了 四姨呢 那咱啥时候就开 开 开工啊 极啥呀 要开工也得等小门口先甜蜜甜蜜 对对对 甜蜜甜蜜 干娘说得对吧 干娘 需要我的时候就告诉我一声 不着急 不着急 晚上在这吃晚饭的 对对 在这吃饭 你去给我们买点那个鲤鱼羊肉什么的 我要给我干闺女接风洗尘 要鲜活的啊 好好好 快去 老婆 给我点钱的 这 都在你那儿呢 说啥呢 咋的呢 没钱呢 我那点钱是给思音的呀 他不说不要钱的吗 小的不屈 大的不来 傻呀你 咱这铅丝房还不全靠他呀 跟他说先奢着 走 还是老婆聪明的 我走了好 你 你们先着啊 我去了 这个 是干娘给你的 给我的 其实早就应该给你了 虽然少了点 拿着 干娘 我不用钱的 哎哟 哎哟 拿着呀 这哪有光干活不给钱的道理吗 更何况你们两个现在刚刚开始 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啊 拿着吧啊 拿着拿着是干娘的一点心意 来 来来来 拿着拿着 拿着 喝ogue 来 喝 whether 你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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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喝酒 别挤啊 有个事要做 好看吧 这块 这 这块这块就做 好好好 你看这块 一宿啊 再去拿过 快去 快去 不要去 不要挤啊 还有呢 一个个来啊 我有好多的 是再买不到的 那可以来你一宿 好好好啊 你看这虎虎虎 你看看 谁有这块啊 好嘞 小羽虎 这块 揍啊 看吧 看吧 mprekk 再来 给 谢谢老婆 对了 你晚上想吃什么 只要是你做的 我都爱吃 讨厌 嘴那么甜 来 兄弟们家把劲啊 嘿嘿哟 回家盖新房啊 嘿嘿哟 干嘛娶媳妇啊 嘿嘿哟 人后救生了 来来来 把劲 使劲 来来来 来来 带使劲啊 谢谢 没事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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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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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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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送水来了 大叔 辛苦了 喝点水吧 大哥 你力气真大 好嘞 现在食道差不多 好嘞 牛郎哥 喝水 多亏这位大哥帮忙啊 这位大哥谢谢您 辛苦了 喝点水吧 好 谢谢 大哥 你不是本地人啊 我正好路过 看到他们在搬石头 就过来凑个热闹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本地人 你的水壶上 写了一个怀字 姑娘 你真欣喜 大哥 到我们家坐走吧 好啊 走啊 大叔 慢慢喝啊 好 司音 谢谢您啊 好温馨 好 这我干嘛以后 喝水最水 大哥 喝水 好 还有呢 想喝多少喝多少 这水好像有点苦啊 大哥 你有所不知啊 我们天尽头啊 十年久旱 水都有点苦味 我们庄子 就只有一口田井 庄民呢 舍不得用来灌溉 稻田洗衣服 只拿水来做饭烧水 如果要是再有一口井的话 就太好了 好 这样 石头都已经搬完了 我该走了 大哥这就走了 以后路过这里的时候 一定要到我们的新家 来坐坐 那时候我们的骨仓牛棚 就都建好了 好啊 对啊 我们还会开辟一个菜园 种些丝瓜黄瓜之类的 到时候在家里 就可以吃我们种的菜了 我相信 以后你们的日子 一定会非常幸福的 我走了 大哥慢走啊 大哥慢走啊 留宫吧 慢走 好 再来啊 慢走啊 慢走啊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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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 老公啊 我们有好多好多的钱的 你吓死我了 老天爷 你 你看 你看闺女多好啊 老婆 还是有点慢点 是不是 我说闺女 这 你还能不能吃这菜快点啊 你还能不能这样 别回家睡觉了 你日夜不停地给我们吃 这不就能多出来一倍吗 就是啊 以后你吃外也别下机子了 我做好了喂你吃 对对对 真是个好主意 好主意 老婆 回来了 手指怎么了 我看看 没事 我看看嘛 看把你累成这样子 手指都磨红了 他们还嫌你慢 还有什么新花样 我看天体菜老板都是这个样子 为了这个家 再累我也是开心的 再说干娘她没有什么不好啊 做生意本来就有做生意的想法啊 我看我还是去给大哥送水吧 多赚点钱 我不想再让你这么受苦了 你嫁给了我 本来就应该过上好日子 看样子干娘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不过 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多赚一点钱呢 那我们再想想吧 对了 你看 叹叹 红心 番薯 哪儿来的 可好吃了 今天干娘送给我的 晚饭咱们就吃这个 好啊 我现在就烤 好 小心烫手 不过 来 我帮你包一个 我也帮你包一个 来 去中间 好吃吗 我真有 好 这个叫金粿 是从母后耳朵里拿出来的 母后耳朵疼 就是因为她在做怪 我一直养着她 现在把她送给你 你看见她 就像见到二姐一样 谢谢二姐 妹妹 我真舍不得你 牛兰哥 你快醒醒 你快起来看看 你看 她 她在干嘛 这什么呀 这 这是我家人送我的 叫金粿 金粿 她在土东西啊 金粿啊 金粿 你为什么不吃这点东西啊 你是不是想吃点别的 这些你都不喜欢吗 要不我给你拿去 来 要好多东西你试试看哦 我给你拿去 我想吃 我这人都不喜欢 我给你拿去 你自己拿去 你拿去 你拿去 你取瘦了 你把别的花 我给你拿去 水你也不喝啊 玉米 这也很好吃的 来 二姐啊 您就只管把金盔送给我 可是忘了告诉我 怎么养活他 他现在什么都不吃 就快饿死了 我该怎么办呢 啊 金盔啊金盔 这里可不比天上 有玉叶让你喝 还有好吃的让你吃 你就在里头 随便跳一样吃一点吧 要不然你会饿死的 喂 喂 喂 四姨 我回来了 牛郎哥 你可回来了 我告诉你啊 金盔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 他都快饿死了 你赶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哎 你先去做饭 我看看怎么回事 哎呀 去吧 我一定会把它弄好的 嗯 嗯 金盔啊金盔 你怎么不吃东西呢 你不吃东西会饿的 嗯 也不听话 你要听私音的话 多吃一点 你看这里有苹果 有馒头 还有水 你都不吃 嗯 是不是没睡好觉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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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湖 白的 人家 forbidden 你睡不上了 你还不起床 哎呦老婆呀 我刚睡一会儿 你说 哎呦我刚睡一会儿 睡睡睡睡睡 你就知道睡 一天到晚就知道睡 要水的人 都催到家里来了 你还不赶紧送水 可怜我嫁到你们老刘家 遇到你这头懒猪 我真够倒霉的 哼 你还倒霉啊 哎呦我腾成这样 我才倒霉的我 好